你好,欢迎收看4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旅会 封冰箱月洞游气区乡公所去年9月封园进行诊卷 经过5个月公旗在今天重新对外开放盈域 而开园的第一天是免费乘船进入月洞的探索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封冰箱长江丽婷表示说 赤支500多万盐诊卷月洞游气区的设施设备 让游客民众可以安全地在沿洞内 行舟观潮系探索蝙蝠生态 修园将近5个月之久的封冰箱月洞游气区 4月1号重新对外开放 相公所谓的庆祝开园 既出了不用改名就可以免费在沿洞内行舟 立刻吸引了游客民众前来排队 真的变得非常的方便 然后适合大家都来花莲 远从新竹而来的朱小姐一家人 二度来一探整修后的月洞奥秘 二纲体验沿洞行舟的游客民众 看见月洞沿沉中乳石 以及蝙蝠生态碳围观止 尤其从整后的园区设施 更加安全牢固而放心易游 当然好多了 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 有改良嘛 所以人工要叫天然 不能说完全是天然的 没有整理障乱 还是很干净 冯冰箱公所赤资500多万元 去年9月份重新修缮 整顿月洞油气区内 老旧栏杆 观景平台等设施设备 提升油气区的安全 乡长江丽婷也进一步表示 公所未来将持续变列经费 逐步改善和优化 乡内油气设施和景观风貌 提供给游客安全 而且舒适的休闲环境 提升风冰箱观光产业的竞争力 那我们月洞真的很棒 它有天然的中乳石 而且进去它有真的是一个 你会感觉非常的神秘 那最重要是因为有蝙蝠 那月洞位在台11线约64.5公里处 是一个天然的中乳石洞穴 海拔高约80公尺 洞穴全长约120公尺 温度约摄氏20度左右 穴内漆洗了蝙蝠成群 并且洞中积水城池有3公尺深 水位会随着月亮阴亏涨落 所以称作为月洞 而月洞油气区平时开放时间为 上午9点到下午5点 售票时间为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40分 而越连续假期以及寒暑假旅游旺季期间 将是现场游客人数提前停止售票 记者是玉兰风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